一聊到娱乐圈天王级的明星,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起四大天王,无论风雨经历多少年,他们依然是很多人心中的青春,而其中长得最帅,身材最高的莫过于黎明了。 在当时有句话,你红得过黎明吗?可见黎明是多受欢迎的,可惜这些年过去,四大天王其他三位发展的都还不错,唯有黎明已经退居二线,甚至再无作品上映了。 对于黎明这些年作品,越来越少的主要原因,或许和他自身体态有很大关系。 近日黎明现身卯活动现场,一袭蓝色牛仔裤搭配荡青色西装进现身式风度,但是吸引的朋友却发现他对比当年胖了很多,从长脸变成圆脸,虽然看起来依然纹色彬彬,但是已经与帅不沾边了。 不光如此,静照下的黎明脸部已经皮肤松弛,甚至已经长出了老年般,对比其他三位确实老得快了许多,刘哲华依然帅气,郭富城依然活力十足,而张学友一直都是靠唱歌吃饭的,唯有黎明失去了帅气就等于失去了市场。 如果上面很多人觉得没有满脸老年般那么夸张的话,那么看看没有经过处理过的照片,可以明显的发现我们的黎千王确实老了与当年的他简直胖弱两人,不过如今的他已经52岁,这个年龄对于明星来说,确实保养的差了一些,但是同时也让人感慨时光流逝,老一辈子的明星已经渐渐老去了,以上图片均来自网络。